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们早上提到要学习圣贤 最重要的要能体会到圣贤 这些有德行人的存心 从心上下手 时时懂得以人存心 以礼存心 表现出来就是能爱人 能敬人 而爱人者 人恨爱之 敬人者 人恨敬之 我们真正落实了这一份存心 这一个行为 自自然然所得到的结果 果报 就是人恨敬之 就是人恨爱之 这是结果 假如我们并没有得到这一个结果 那哪里出问题了 所以我对人很好啊 我对人很恭敬啊 那他们怎么都不恭敬我 心还有真 还有假 真心必然能感得 这样的结果 我们朋友回去以后 觉得夫妻的关系 应该有一些改善 那在课程当中 我们也一直在强调 不要先要求别人 应该先要求自己 这个态度相当重要 假如我们现在学弟子规 只想到要叫孩子做 要叫学生做 那必然不会有很好的效果 有一位三年级的老师 他听完课以后 听了一节 在学校就开始推弟子规 然后 他从老师改变成另外一个身份 叫警察 他觉得这本弟子规 可以好好教训他的学生 每天站响也站了不少小时 看到学生跑步了 马上跑过去制止他 事物忙 忙多错 看到学生吃饭不均衡 马上抓住机会 对饮食 勿减责 每天都在抓学生 没有做到的部分 做了一段时间 疲雨 奔命 很累 刚好有一个机会 我们一起吃饭 互相交流了教学的心得 他体会到 要以身作则 那个效果是最好的 从那一天以后 他改变了心态 凡事要求孩子做到的 他就首先做给他们看 刚好那一天 他本来要叫学生擦桌子 整理好桌上的物品 因为至关服务 有定位 这些书本 书包也应该都放好 桌子要整理好 他首先先 整理了自己的书桌 就在那里 赶快排整齐 把桌子擦一擦 当他在 整理这个桌子的时候 把头抬起来 看到两三个学生 也在跟着他 整理桌椅 又过不了多久 很多的学生看到 这两三位学生在整理 结果几乎全班 就开始在那里 整理桌子 他心里相当欢喜 因为他体会了 体振了一个真相 上行下校 后来 那一个礼拜 他们也出去户外教学 带到一个公园里面去 那这一位老师 看到地上有紫穴 很自然 剪了起来 剪了两三片紫穴 突然感觉 后面有一阵烧动 回头看了一下 他全班的学生 都在 帮忙 剪紫穴 这一位老师说到 他当时候眼眶 都泛着泪水 觉得很感动 没多久 有一个学生 跑向前来 把他手上的垃圾 拿了过去 学生对他讲 老师 这种小事 我们来就好了 上行下校 有一些女士 因为听了一些例子 比方有一对 男女朋友吵架 行有不得 要返求诸己 所以应该先想想自己 有哪些不妥之处 不要近视 想对方不对 当我们一直在想 对方的不对 情绪一定会 非常的起伏 翻腾 你的心 你的心静不下来 心一静不下来 有没有可能解决问题 心静不下来 只要一见了面 很可能在言语当中 又会有冲突 会越搞 会越搞越糟 应该是先自我反省 应该是先 主动 做出对的行为 去改过 有一位女士 她回去就跟她男朋友道歉 说之前那件事 是我不对 我跟你道歉 她男朋友听了以后 一脸很惊讶 对着她说 明明这事情 就是我不对 你还跟我道歉 各位朋友 为什么明明不对 她还不承认啊 为什么 面子挂不下 硬撑在那里 那你又硬咬着她的不对 她就跟你 对着干 当你退一步了 她反而觉得 惭愧了 她说明明就是我不对 你还跟我道歉 那我还算人吗 那很多朋友听了之后 很欢喜 退一步一定会海阔天空 假如退了一步 没有海阔天空 又要来找我了 蔡老师 你讲的不准 因为情况有很多种 冰冻三尺 有的是小感冒 一服药就好了 有的已经是三十年的老镜头 那就没那么快 但是这个药一定是对的 慢慢吃 就会见效果 那有家庭主妇回去了 就开始 好 从我做起 然后 开始 本来不洗衣服的开始洗衣服 本来不脱地 又开始脱地 然后做得很努力 然后边做的时候 她的余光都在看她先生 到底有没有看到我在做弟子龟 现在的人 好 现在的人 很白白的 你如果故意要做 她都故意没看 为什么 因为你是故意要做给她看 她都可以感觉到 都可以收到这个频率 所以她就装着没看到 看你玩什么把戏 结果这个时候 你又不了解 一切法得成于人 做了一个礼拜 连个称赞都没有 你的火气上来了 突然看到她翘着二郎腿 在那里看报纸 不闻不问 你把拖把往地上一摔 我做了这么多 你都没看到吗 怎么连点反应都没有 这时候你先生把报纸放下 斜着看着你 还说写什么弟子龟 我看也不过如此而已 这个时候你就破功了 当我们做一件事情 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是为了刻意给别人看 他人是感觉得到 假如你做的觉得 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 本来就是因尽的本分 你那一份真诚 那一份态度 一定会让对方 感觉很惭愧 记得我在念师范院校的时候 第一天上课 因为已经放了个暑假 桌面都是一层灰尘 因为我考上台南师范院校 家里在高雄 每天都要很早起床 然后去上课 都搭找班车 到学校的时候 都是第一个到 那一天到了教室 我看到每一个桌上都是尘埃 各位朋友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一个影像 就是女同学走进来 我们班只有八个男生而已 女同学走进来 一看到这个桌子 哎哟 怎么这么脏 然后她还要小心翼翼的 从她的包包里面拿出面子 然后一边擦还在那里皱眉头 可不可以感受到会有这种情景发生 当我们把桌子都擦好了 他们非常欢欢喜喜坐下来 这个叫无微不失 让她不生烦恼 各位朋友 你这一念心她能不能收到 人很执着 都觉得要她看到的 才叫做有交流 错啦 你相不相信 从今天开始 你每天告诉自己 正身皆是树善友 每一个人都是我树式的好朋友 好眷属 你真的每天都这样观想 你会突然觉得 每一个人都长得很可爱 你的心念发出去的 会有互动 关系产生 我把桌子都擦好了 同学啊 来了 也很欢喜 后来 我们选鼓掌 那每一位同学也做了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完老师说来 我们来选鼓掌 开始选班长 大家都不大认识 就有人刚好 就他们两个认识 然后举手 然后那个被指上去的人就觉得很无奈 好像被陷害 结果他被选上了 有点 不大舒服 我的老师非常善解人意 看到这种景象 他就来缓和一下 我的老师说 刚刚某位同学自我介绍 他是会计系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他来做总务 那就 很顺理成章 这个同学就来当干部 就这样一边选 一边推荐 当要选服务鼓掌的时候 我的老师就说 我们请那个蔡女婿同学来当服务鼓掌 我吓了一跳 结果坐在我旁边的同学也吓了一跳 为什么呢 因为那几位同学是我开车 载他们到学校的 我把补习班的资料 拿来看了一下 跟我同班同学的 刚好有人住岗山 有人住路主 有人住男子 刚好我开车 从高雄到台南会经过这些地方 我看了一下他们的住址 我就打电话 你好 我先自我介绍 不然那个油钱花了还是花了 自我介绍完以后 他们都说 我知道你是谁 你就是那个补习班的师兄 因为补习班大部分都是女生去补习 然后我身高又不算矮 我都坐在前三排 所以后面的人都觉得前面有一颗 高高的竹子 就特别有印象 那刚好 那个国文老师在上课之后提了一点佛法 我给他对了两句 那个国文老师就以为我很厉害 然后就说 哎呀 这位同学以后我要叫你师兄 就整个补习班都叫我师兄 连我考上以后还有同学跑过来说 你是不是那个师兄 那我沿路就给他们载过来 他们刚好就跟我坐一旁 看到老师学我当服务股长 他们看着我说 老师好厉害 听讲话就知道谁愿意服务大众 就选我当服务股长 之后 我都很早就到学校 会做一些打扫 把垃圾拿去丢 做了没有多久 有一天我在那里整理垃圾准备拿出去 我的同学过来了 他说你别做了 留一点给我们做吧 他就把工作接过去做了 当我们真诚去付出 也会唤醒别人真诚的回应 这叫真理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这个道理是我们学圣贤 最重要的一个心法 您可以持三个月坚持的话 保证你会感觉 得日静 过日少 在中庸里面有一段话 提到 提到 设有四夫君子 师诸真骨 反求诸其身 射是射箭 射箭 它蕴含着君子立身处世之道 当我们把弓箭射出去 这个真骨是指目标 你并没有射中目标 这个当下 你的脑子里起了什么念头 就好像我现在射箭了 你们都在那里看 其实我心跳 跳得很快 怕射得不好 被你们笑 突然射出去了 没中 我看看你们说 这一支箭是不是 善果凌出来的 怎么做得这么差 害我没射好 这支弓哪里来的 是不是高雄来的 做得这么不好 害我都射不准 把责任推到哪里去了 推到他人身上去 各位朋友 我们有没有常常在干这种事 干这种事的时候 脸色都会越来越灰暗 这叫媚的良心 这媚的良心 第一次第二次感觉不严重 久了之后 你的胸口常常会很郁闷 然后脸上无光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箭没有射好 那是自己技术不够 应该要好好反省自己 在了凡视讯里面 也有一句话提到 得为修 感为治也 是我们自己的德行不够 不是别人 不会改变 真的 人一冷静下来思考 在你生命当中 所遇到的不如意 绝对有自己的错误成分 在其中 是我们不愿意 先检讨自己而已 当互相之间 指责 收场一定 越来越糟糕 所谓 各自者 天清地灵 我们储重办事情 每个人都很尽力 但是也不见得 事事顺利 这个时候 有一些朋友 主动说 哎呀 就是我没办法 对不起大家 这句话一出来 旁边的人又说 哎呀 啊是我不对啦 你已经做得这么尽力了 每个人是互相 智者 各智者 天清地灵 气氛非常好 没关系 我们下次 再突破 再把它办得更好 天清地灵 但是各相者呢 天翻地覆 一件事 做错啦 每个人多少 有些责任 只是有些错多啊 有些错少 但是假如 硬咬着对方的不对 大做文章 那可能又有 不好的冲突 会产生 一个家庭里面 往往为了一点 芝麻小事 整个旧账 都怎么样 通通翻起来 都有 所以一个处事的态度 那影响 是甚深的 影响 甚深 一个领导者 一个父母 懂得自我反省 他的家风 以至于他团体的风气 都会整个扭转过来 孔夫子 常常说他 祖术 摇顺 献章 文武 他整个道德学问的根源 是从摇顺的智慧 德行当中 沉传下来 那什么是姚的德行呢 这在很多古籍当中 可以看得到 姚弟有一次 走在路上 看到有两个人民犯了罪 正在被押送的过程 他看了以后 非常的惊慌 赶快屈身向前 他说你们两个 是犯了什么错 怎么被关起来 怎么要被处罚了 这两位犯人说道 因为上天 酒汗不雨 所以 家里已经没饭吃了 只好 去给你家偷东西吃 姚弟听完 很惭愧 就对着士兵说道 你把 他们两个放 把我抓起来 当场每个人都很惊讶 怎么是国军里的错呢 姚弟说 我有两个错误 第一个 因为我没有德行 所以才造成 酒汗不雨 第二个 我没有把我的人民交好 让他们犯法 这是我的责任 可以感受得到 姚弟 死死 反求 租吉 当 姚弟 话才说完 整个天空飘来 许多的乌云 当场 就降下 甘露来 上演 诸位朋友 这样的好戏 在这个时代 能不能上演 诸位朋友 你不要等一下出去 求雨 这样的好戏 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的心 比不上圣贤人 我们的心 对真理 怀疑 不信任 都是随顺了自己的习气 而没有随顺 圣贤的存心教会 有一个朋友 他开了一家素食店 在汕头 汕头 是海边都市 每天 因为 吃海产 所死去的生灵 真是 数以 千万计 他秉持着一份 慈悲心 他的年纪跟我一样 也是属牛的 所以我遇到属牛的 都会跟他互相勉励 做牛就拖 做人就拖 既然我做牛又做人 都要拖拖 汕头化跟闽南化 差不多有六成 听得出来 所以我讲这个 他也听得懂 他一个女孩子 非常努力 做事业 开了一家店 叫绝西园 绝西园 他已经打算 每一个月十多万 来亏本 用其他的事业 来支持 也要做这个善事 也要让这个地区的 杀业减少 他前几天 共生 共灾 通通不要钱 哇 一天挤进去 几千人来吃 不只有的吃 他餐厅两旁 放的都是 圣贤经典 免费拿 那个客人走到门口 有吃又有鸡 这样感到好 吃一次 三块钱吃到饱 三块钱吃到饱 合台币十二块钱 然后菜有几十样菜 这种生意你敢做吗 他本来打算要亏钱 现在办了一两年 第一个月就没亏到钱 以后每个月都赚钱 每一顿有五百个人来吃饭 挤进去相当多的人 还赚钱 赚下来的钱 还印金书 还拿去救济 当地一些贫苦的家庭 还拿来当教育讲学金 还分成三个方向去运用 自己一分钱都不拿 本来有一个计程车司机 第一个礼拜去吃 吃四盘 哇 免购 吃的四盘 再过一个礼拜 便吃三盘 再过一段时间 便吃两盘 现在这个计程车司机 都吃一盘 不只只吃一盘 只要是商店里面 需要的金书 他都免费去帮忙载 而且在他的车上 都放着这些金书 只要有人喜欢 就开始跟人家讲解 然后就送给他 你看 影响了一个计程车司机 再来 很多当地的学生 高中生也好 大学生也好 去吃了一段时间 很自然的 到了厨房去 把他的双 袖子拉起来 一起当义工 帮忙 道子所在 天下归之 得之所在 天下归之 人之所在 天下爱之 义之所在 天下为之 当我们真正把道德 仁义做出来 当地的人 归之 贵之 爱之 恭敬 敬畏之 一起来帮忙 甚至于 有人 拿米 拿菜来送 因为这是福田 可以让很多人 受益 要相信 人性 本善 当地的官员 来跟他说 说这一两年 我们的犯罪率 下降 这些善出 在流通 在他们 餐厅里 每一个礼拜 都会办 地质规的课程 将很多的家长 很多的市民 都来学习 你看 一个善的力量 可以让一个地区的治安 转化 变好 后来 这一位 女士 邀请我 去他们汕头 做五天的演讲 招待得非常周到 看她 跟我一样年纪 办起事来这么犀利 我也是很惭愧 跟她学习到很多 那五天课程 办完以后 当地的政府 把我在一个 会议厅里面 讲课的内容 编成了光碟 又做成了书本 那一堂课 我讲了三个小时 听众将近两千人 很大的一个会场 做出来的碟跟书啊 在街头巷围 发放 公共场合 只要需要的民众 都可以拿去 连当地政府 都这么重视 德行 教育 只要是真心 必定有所感 姚帝 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 他都有这样的反思能力 这样的风范 所有的人民 一定会 起而效法 那整个民心 快速转变 当民心一转变 劫难 就化掉了 因为 一报 随着 正报转 正报 就是 人心 一报 就是我们 所处的 环境 当人心善 风调 雨顺 当人心不善 会灾害 连连 所以 真正要解决 天灾 人祸 根源 还在 人心 根源 还要 透过 教化 教育 才行 这些 都是 风范 我们应该 多多 效法 人的人际关系 就好比 一面 镜子一样 你对着镜子 笑 镜子 当然也对着你笑 我们 生活周遭的人事物 就是这面镜子 你对着他哭 他也怎么样 对着你哭啊 有一只小狗 刚好闯进了一间房间 这间房间四面都是玻璃 小狗一进去 看到墙上有很多只狗啊 他马上 装起了 很凶恶的面容 开始狂吠 他这么一叫 镜子里的狗啊 也叫得很厉害 而他又更不甘示弱 叫得更凶 那回回来的 也是 更激烈的 对抗啊 过了一段时间 小狗狂吠的声音没有了 走进房间一看 这只狗啊 累死了 当然 没有给他解剖 假如把他解剖了 我看那个可能是肝脏受损 为什么 暴怒啊 伤肝啊 惩恨心会伤害整个五脏六腑 那从这一个势力啊 我们也要回光返照 我们自己现在觉得 身旁周遭的人 是对我们笑得多 还是对我们哭得多 还是对我们发脾气的多 要多关照啊 有一个妈妈对我讲 我儿子脾气真不好 我就问他 你儿子的脾气跟谁学的 各位朋友 我们有时候讲话 要点到为止 跟谁学的 看他有一点在思考了 就不要再问下去了 你不要又跟他讲 就是你啦 他下次都不敢找你了 因为找你的时候 心脏跳得特别难受 你都给他讲得太白了 这就不够含蓄 不够温柔 像我就比较温柔 后来下个礼拜他来上课 他跟我说 我儿子脾气好一点了 我说真的啊 他说因为我这个礼拜也没发脾气 苏东坡啊 有一次 刚好觉得自己啊 坐在 普团上 境界特别好 就是师信大发 写了一首诗 起手天外天 佛光照大前 八风吹不动 端坐纸巾脸 那个境界不错 佛光照大前 他已经八风吹不动 各位朋友 什么是八风你们知不知道 我们来吹吹看 八风动不动 圣衰 有的说是历衰 就是指你很飞黄腾打 圣衰毁育 趁机苦乐 趁机苦乐 你看 乐最厉害 乐极会顺悲是吧 这些有的是在顺境 有的是在逆境 但是往往逆境的时候 人不容易察觉 人容易察觉 顺境的时候 没察觉 往往一个人一生 所造的罪孽 都是 圣实所做 这就是俗话讲的 衰后罪孽 都是圣实所做 老来疾病 都是壮实落得 身体壮的时候 这都没关系 都没关系 暴饮暴死 等老了就知道死活了 往往在顺境 人在称赞你的时候 你就飘飘然起来 一个人在苦的时候 还有警觉性 好 我们对这八风 要有警觉 要能不动 要立誓练习 苏东坡写了这一首诗以后 就吩咐他的下人 拿去给当时候的一位高僧 佛印禅师 这位朋友 当 苏东坡把这一首诗 送给佛印的时候 其实他的风动了没有 动了什么 欲 还有没有 想要人家称赞 早就动了 人贵自知 不要自取其毒 哪有人还在贪境界的 他还觉得他很好 那已经起了贪念 没有境界可言 送到佛印禅师的手 他在手上 佛印看了以后 在上面给他写了个P柱 一个字 P 就把他送回去了 苏东坡想了 本来是想要给人家 给他赞叹一下 居然回给他一个P字 哇 马上另外一封又起来了 人家激他了 受不了了 暴跳如雷啊 就坐着船赶过去要跟他理论 到了佛寺还没进门 看到门口贴了两行字 写到 巴风吹不动 一屁啊 就打过枪了 苏东坡一看 哎哟 真丢脸 但是他头低下来说 你把我记得 还是记恨在心 回去了 刚好另外有一天啊 他们两个人一起打坐 坐了一阵子 心态也蛮平和的 苏东坡就问佛印啊 他说你看我打坐的样子像什么 佛印就说了 你看起来像一尊佛 苏东坡听了 巴佛又动了 很高兴 佛是无上尊 最高了 这一次我赢定了 他就跟佛印讲 那你觉得我看你像什么 佛印大师说 你觉得我看起来像什么 因为禅师比较胖 所以会有双下巴 肚皮比较大一点 会有一层一层 所以这个苏东坡就说 你看起来像一堆粪 禅师也没说什么 笑一笑 苏东坡很高兴 这次赢得真彻底 就这样得意忘形了 回去了 突然他的妹妹苏小妹 看了 就好奇的问他 哥啊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 他哥就把这件事啊 告诉他妹妹 苏小妹听完了 摇摇头 哥啊你真是输得太惨了 怎么会输呢 我像佛他像粪啊 接着 苏小妹就说 人家是心中有佛啊 见人是佛 你是心中有粪啊 这个故事啊很有哲理 诸位朋友 你再拿来我们生活周遭 观照看看 一个很贪心的人 看到别人贪心 他就很不高兴 还会骂人 一个陈慧心很重 常常发脾气的人 看别人发脾气 他就第一个骂 哎呀 那个人真没修养 脾气真大 他都没想到自己也是一样 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 他会原谅别人贪 原谅别人撑 原谅别人吃 很愚痴的人 常常都会骂别人 这个人是不是头可坏的 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因为心中有愚痴 见人就愚痴 反而不知啊 反观制造 你们留心去看看 真正脾气很好的人 你看他骂不罢别人脾气不好 很少 在我的小时候 有两位我非常尊重的长者 一位是我的父亲 一位是我的 大姑丈 叫大长 我这个大姑丈 从来没发过脾气 见人都是笑笑的 而从他嘴里 我从来没听过他批评任何一个人 所以我也很尊敬他 不过啊 他在我 国中的时候 去世了 出了车祸 出了车祸 当场就死掉了 我那时候才国中啊 半夜睡不着 我在那里想 怎么好人是这样的下场 一直无法释怀 读了 读了国中呢 睡不着 还跑去跟我爸爸妈妈一起睡 因为我妈妈知道我很重感情 可是男儿又有泪不清谈 又哭不出来很难过 后来啊 我自己说服自己 这姑丈一定去了一个 不是姑丈 余丈 对不起啊 大长是余丈嘛 余丈一定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我就转了这个念 才比较好睡 后来啊 我了解到 我余丈的长辈 还有她的哥哥 都差不多到这个年龄的时候 都死掉了 她的哥哥 当官也当得非常用心 口碑很好 但是也在那个五十来岁就死掉了 从这里我就体会到 易经说的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这个余庆啊 有时候你是出好的子孙 但是这个余庆 还是会到 可是她这一生所激的善 绝对没有虚众 都还是会回报给她 我们人生对于因因果果 你要看得透彻 不然你也会在其中啊 不然你也会在其中啊 生很多的烦恼 我们从这里啊 观照一下 自己有没有贪 有没有撑 有没有吃 有没有慢 真正修行人士 若真修道人啊 不见是坚果 这一句话 主人朋友怎么理解啊 假如别人对跟错你都看不懂 那叫愚痴哦 那就不用修道了 真正的修道人 时时想着如何提升自己 如何向人学习 他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论人长短 看人是非 真的 我们光修自己 把自己习气去掉 时间够不够啊 不够啊 这是第一个心境 再来啊 今天我们看到别人的过失 不能只看到那个行为 应该把他的来龙去脉 看清楚 他之所以会错 一定是有因缘促成 因为他没有好的家庭 因为他没有好的学校教育 因为他没有像我们这么幸运 能够遇到圣教的熏陶 我们应该啊 做好的榜样去影响他 而不是去批判他 而也就是因为他们把社会的不足 在他们身上显现出来了 我们才知道 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在哪 就是因为观察到太多的家庭 没有家庭教育 我们到了海口 我们到了海口 才一直坚持不断 每一个礼拜 上一场 家长课 让家长赶快提升他 教育小孩的能力 我记得 老奥上曾经回答一个人的问题 这位朋友跟老奥上讲到 我实在很难不看到别人的故事 我办不到怎么办 老奥上告诉他 好 给你一个方法 从今以后 看到谁的故事 都告诉自己 是我的故事 看到孩子 有故事 你说 就是我爸爸没做好 没有把他教好 所以应该我先检讨 当看到 行人在那里丢垃圾 你告诉自己 就是我还没有当好榜样 把他的常规心唤醒 看到公司的同仁 不珍惜公物 反求诸己 就是我没有把珍惜公物的榜样做出来 不然他们一定会 迷途之返 时时想着 就是我哪里还做得不够 所以才 没有感动 这些人 那你的心就会平下来 你会时时督促自己 成长 其实我们回头想想 当我们处处看人过时 我们的心平不平静啊 平不平静 那不平静 那不平静 是在道中 还是在魔中啊 那对啊 在烦恼魔当中 这样的人生 方向错误了 我们时时提醒自己 需时时 减点 自家 那 病痛 该所 物于人 许多 若 病痛 处 若 若真知凡己 则 摄射皆有 需要时时 检讨 这个病痛是指我们的缺点 我们常常在 说别人有哪一些过失啊 假如真的回光仿照看看 我们在批评别人所犯的故事 其实自己有没有 都还有啊 比方贪 撑 吃 慢 这是人的根本习性 当我们在批评别人的时候 回光仿照 这些我们有没有 假如我们都没有了 我们是什么 你正阿罗汉果啦 你是圣人啦 好 诸位朋友 你坚持三个月 实时用 行有不得 返求足迹 你反而会觉得 这个心 越来越踏实 这个心 越来越柔软 跟之前常常批评别人 绝对不一样 你会感受到自己与道 越来 越接近了 好 那这一节课 我们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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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